代表台灣參加ABL的球隊 寶島夢想家 在10月30號舉辦了第三季的賽前記者會 公布了新賽季的口號 夢想力量無限大 也公布了新的吉祥物獨角獸 以及購票資訊 眾所期待的台灣得比時間也已經出來了 夢想家即將在12月7號迎戰富邦勇士 我剛剛講到我們這一場富邦 跟夢想家的對決在12月7號 12月7號 那這一天的贏家只會有一個 只會有一個 我們也希望我們兩軍對決 贏家只有一個就是球迷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沒錯 你要讓球迷覺得自己是贏家 嗯 那就是最重要的 本季在陣容上有變動的寶島夢想家 上季打出了例行賽第一的表現 能否打出上季的好表現 關鍵在於新舊球員的配合 新進的楊敬明表示 球員間的默契及配合都在漸入佳境 那就經過兩個杯賽 然後大家一直不斷的去調整 不斷的去溝通 然後上禮拜的馬來西亞 然後就是也 看得出我們效果越來越好 然後大家配合上 默契上也都越來越棒了 對那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再利用接下來大概 將近20多天20天的時間 去做一些調整改進 夢想家的賽事門票 將於11月4號開賣 尤其是12月7號的得比大戰 門票一定會被瘋搶 球迷記得射腦中準時去搶票哦 張耀生 林冠廷 台北報導